这是一套令全世界的军队都头疼的作战模式 当年的大毛 以262万大军围剿 80万二线德军都感到力不从心 直至毛子的士兵将替三四开上大街 将大炮拉进地铁站才打了个惨胜 到了海湾战争中 拥有地空优势的美军 也被这种无处不在 防不胜防的火力打到丢盔卸甲 噩梦不断 然而 到了越南战场上 狂妄自大的越南老 还想用这一招来对付他的师父 不料解放军仅用一招 就将这里的守军打了个全军覆没 那么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打法 为何能让开了天眼的美军 也闻风丧胆呢 同样的打法 为何到了解放军面前 就失去作用了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411-121团 是如何用四组一队的巅峰战术 打出一场山地巷战的经典一战吧 前面我们讲到 121团两轮巅峰的炮击 就将发龙外围的越军 打到神志不清后 蓄势待发的战士们 一跃而起 仅用一天的时间 就将发龙围成了一只 名副骑士的瓮中之鳖 当然 这也是防守在这里的越军 打好的提前量 毕竟外围范围广 需要防守的点较多 而且解放军也容易穿插渗透 外围打不过 就到阵内来一场拿手的巷战吧 巷战 对于参战的步兵来说 就如同进入了鬼门关 假如暗野战的打法 以迎连吉岩接到冲锋 那就刚好进了敌人的圈套 接到又窄又直 无遮无掩的步兵 就成了重击枪的靶场 这也是毛子 为何将坦克与大炮等拆楼利器 都拉上大街的原因 巷战这么难打 但在解放战争中 战士们却打出了几个奇迹 31小时攻克锦州 29小时拿下天津 那么别说制空权 重火力都不多的解放军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 这也承蒙日本人的关照 清华的日军 欺负八路军没有攻坚重火力 到处建炮龙 修规可死 在这种步步为营的囚龙打法下 战士们也练就了一套 近身爆破的脱龙战法 要打赢巷战 首先要改变野战那种 集团冲锋的打法 可以小群多路突击 同时组建火力组 突击组 爆破组与支援组 以火力组压制 突击组掩护 再由爆破组炸掉敌人的火力点 支援组随时补为支援 这就是巷战的经典打法 四组一队 多次实战后 战士们还独创了一种 化被动为主动的打法 穿墙战 就是放弃正面强弓 利用铁锹 弓兵缠与微小的爆破技术 炸穿旁边的箭筑 一步一步接近敌人的核心火力点 从而大大减少了伤亡 当然 此时的越军 完全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这个时候的解放军 不光有成熟的巷战战术 而且攻坚火力更是今非昔比 12-2榴弹炮 虽然摧毁不了那种天然的炎洞 对付那种砖石结构的房屋 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当进攻的战士们 发现发龙的守军要打巷战士 团职就果断下令 进攻的步兵全线撤出战斗 为而不攻 同时下令后方的炮兵部队 对着发龙阵 就是一阵不计成本的猛轰 一时间整个山谷硝烟四起 火光冲天 两个小时后 整个发龙阵 全都化为了一片废墟 但战士们并不急着倾脚 而是在外围的制高点上 架起了多挺重机枪 再以小群多路的战术 一突击阻 引领着无后坐立炮般 一步一步接近中心 只要发现一丝可疑 就以机枪压制 无后坐立炮清楚的打法 一层一层往里削 下午四十左右 121团就以微小的代价 拿下发龙 这一战 共兼敌四百七十余人 伏敌五十人 缴获战略物资一大批 而西侧的孟康之战 更是一天一夜 拿下一座县城 打出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被我军第一个占领的县城 请看下集 激战孟康一 同墙铁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